今天我们讲一个很快的视频 介绍一款傻瓜胶片相机 LOMO 乐模的 POP9 介绍它的原因呢就是 非常明显 前面的这9颗镜头 其他的就没什么好说了 是一个很简单的塑料的制作工艺 非常便宜的一款 就很基本的傻瓜相机 唯一的特点就是前面的9颗镜头 在按下快门的时候 9颗镜头会同时发射 然后你会得到一张这样的照片 就仅此而已 也就是所谓的波普艺术 这就是为什么他的名字要叫做POPP 安迪沃霍尔是吧 就是想创造这个多画面重复感的这样一个波普艺术的照片 就仅此而已 机身全部都是塑料的 构造也是很简单 很薄的塑料 手动过偏 所有快门同时开启 用一颗5号电池 用一颗5号电池 其他有一个闪光的开关 这里还说了一个pattern pending 注册了这个专利的 但是还没有得到批复 就这么 就这个9个镜头的这样一个专利 好像网上还挺少的 这台机子算是比较稀有的吧 因为它这个外表电镀的这么一个黄金的面板 感觉非常的图豪 挺好看 今天介绍这么一台有意思的相机 我觉得比较有意思吧 比较特殊的一台相机 还有网上的玩家 整出了比较有创意的一些玩法 就是把每个镜头上面 贴上不同的 不同颜色的这些滤镜 然后就可以拍出 更加波浮的效果 还有把这些照片每一个结下来 可以做成一个 这样旋转的动态的图片 或者是左右摆动的图片 也都可以 玩法还是挺多的 在这些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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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